20万左右 如果让你选车的话 你会选什么车呢 是轿车还是SUV 是电车还是油车呢 是不是感觉可选的空间还挺大的 那今天呢 再给大家带来一台纯电的中大型轿车 也在20万元这个级别 它就是零跑C01 确实感觉零跑从C家族开始 它的市场认可度一下子就变高了 我觉得这个很大一部分就得益于 它在外光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线 设计出来的这套市语言 其实还是挺被我们大家接受的 我们之前也拍过C11 乍一看这台C01呢 你会觉得它们两个的感觉还是挺像的 但这只是乍一看 从细节上去看的话 它们还是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首先这台车整个的线条没有特别的多 它的造型是非常饱满流畅自然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它的灯组的设计 你看它的内部结构是很明确的三段线条 尤其是尾灯 我相信你开着在外面的时候 它从后面看过去一定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 英文的logo还会亮 前灯组的内部结构是由48颗晶体组成的 很多的灯雨模式 像你解锁车的时候 然后包括充电的时候 它都会有不同的灯雨 而且还支持在线OTA的升级 就是你即便买了车回去之后 后面再有灯雨升级了 你也可以通过在线去进行升级 也不怕没有了 我觉得这台车在设计上 它是有很多的点考虑到了年轻人的需求的 比如说五矿的车门 隐藏式的门把手 都是全系标配的 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溜背的造型设计 再配合让它尾部的这个上翘的小压尾 整个侧面看过去线条还是挺动感的 除了年轻人之外 我觉得有家庭用车需求的朋友们 应该也会比较青睐这台车 首先它的性价比很高 你想18到27万的预售价 你在20多万就能买到一台中大型轿车 这台车的车长超过了5米 轴距2930 在这个级别里面 其实它的尺寸还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就会照顾到很多空间 然后包括乘坐方面的一些需求 我觉得肯定各位朋友们会比较感兴趣 这台车的后备箱容积还是不错的 虽然它是一个溜背 但它并没有做一个先背的开口 这个还是有点遗憾 开口并不是特别的大 不过它的空间往下还有一个储物格 还有就是它有前备箱 前后都可以装东西 也能够满足家庭用车的需求 坐到车里面 它整体的布局跟C11的感觉还是挺像的 我觉得领跑真的挺愿意在车内的材质方面下本的 材质用料真的挺足 就你手能摸到的基本上所有地方 甚至这个门板上储物格的这个格板 这块都是软的 都是用皮质材质包裹的 我觉得这个就让你坐在车里面的感觉特别好 而且它的整个车顶都是帆毛皮的材质 这个是全系标配的 这个也非常的嫌好 天窗也是用了这种分段式的天窗 这个跟特斯拉有点像 但是我其实觉得前面的这块还好 因为它有着折扬帘的 但是后面就没有了 像夏天这种环境 你想这个玻璃再怎么放紫外线 是不是车内的温度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跟零跑411一样 它的副驾驶也有一块屏幕 现在是三屏联动的 它们是可以之间进行互动的 这个配置其实我也翻了一下 就是其他的车型在20万元这个级别是都没有的 想要这个配置的话基本上你的预算就要到30万网上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还挺良心的配置吧 这台车它在细节上还是挺打动我的 一个是它的副驾驶的屏幕 特地配了一个专属的蓝牙耳机 这样的话在你行驶过程当中 副驾如果在看电影 它的声音也不会干扰到你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小的手机支架隐藏在底下 如果要放手机的话 这块也是挺方便的 这台车的这个开门的按键 它是电子的 你会发现你把手这样搭过去 自然而然大拇指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经过了很巧妙的设计的 这样按一下就下车了 但是可能会有的朋友觉得 这个电子按键特别容易坏 如果坏了的话我怎么下车呀 没关系 它在底下这个位置也预留了这个手动的 去开车门的这个拉手 所以一旦碰到故障的情况 这个也可以去帮助你 辅助驾驶方面呢 这台车的硬件配置也是比较足的 像有这个ADAS摄像头啊 超声波雷达 浩米波雷达等等等等吧 非常丰富 然后从车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相对应的 驾驶辅助方面的功能 但因为今天也没法开 所以也没法试 很期待有一天能把它开上路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功能 坐到这台车的后排呢 其实空间我觉得腿部来说还算可以 但是头部因为溜背的原因 感觉确实有一定的压缩 我会觉得我的头离车顶还挺近的 而且我这样一转头看到这个全景大天幕的时候 我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细心的朋友有没有发现 我这次坐在了车辆的右后方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右后方有这么一个功能 它这有个按键 你可以去按它 然后调节你的座椅靠背 然后包括座椅的这个前后 它有点让我觉得像做老板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们这是辆试装车 它这个功能现在目前还不能试 还是挺遗憾的 座椅其实它这一块腿托的位置还挺突出的 所以感觉腿的承托还是可以的 那配置方面呢 它前面有一个多媒体的触控面板 虽然屏幕只有中间那么一小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置还挺高级的 它可以控制天窗呀 然后空调啊 包括音量 音乐的播放等等 这台车一共有五个版本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版本 如果你想要性价比便宜 预售价18万起 你买一个最低配的 如果你想要家用 追求续航里程的话 它有717公里续航的版本可以去选 那如果你想要跑得快的话 双电机版本性能吧 肯定是最适合你的 百公里加速只要3.66秒 所以怎么选就看你们咯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后出见了 我是静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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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